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最近呢 很多人都在說 天堂M的這個錢 金幣啊 掉落的數量越來越少 如果是最近有在注意你的錢喔 你真的會發現這個數量明顯的是有降低 而且是非常有感喔 包括你可能去一些高等地方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雅丁大陸 就是整個大陸地區喔 一些打過來的地點 甚至是洩人區啊 或者是移動啊 這些地方其實你都會發現 這個金幣的量確實是降低的 小編這邊要偷偷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還沒結束 你現在在台版看到的金幣的狀況 還會在持續的往下探 好 那這個原因的話我們先不提 因為小編這段影片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台韓版現況的差距 那我引用的是現在目前 2019年5月1號測試的這個數據 然後韓版也是同一天測試的這個金幣量 那因為版本有差嘛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版本的差異 直接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做成表格 並且算出差距值 接下來呢我們就開始打怪吧 那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是 左邊的話是韓版的掉落量 右邊的話是台版目前的金幣掉落量 然後地點的話就是海陰城旁邊的蟹人區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金幣的掉落量 包括鱷魚跟蟹人到底差多少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相信你應該也有注意到金幣量的差異了吧 兩個都是在維持經驗的狀況下去做這個測試 很明顯對不對 好這個的話我們待會再講結果 我們把這個畫面呢 把它移動到移動 好那這個移動的話就是一個比較神秘的地方 第二個二樓 那一樣來做打怪的這個金幣掉落量測試 來大家繼續看下去 看完上面兩個測試呢 相信你也發現很明顯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現實的一個狀況 那台版之後呢一定也會改成這個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統計出來的表格 在台版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蟹人區最多跟最少 如果是以鱷魚來說的話 金幣掉落量最多就是最大值喔 降了23.39% 那最少的話鱷魚的這個金幣量降了25% 然後再來是蟹人的部分 最大的金額掉了42% 那最少的部分呢掉了33% 所以平均下降是31.08% 好那這個數字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那再來我們往下一個地方看 就是鱷魚洞穴 鱷魚的話它的最大金幣量降了47.13% 那最少的金幣量掉了18.18% 那巨大兵儀呢 最大的金幣量掉了45.07% 最少的金幣量掉了51.22% 平均掉了40% 也就是說這兩個地方 如果你現在要進去賺的話呢 以韓版來說基本上是賺不到什麼錢 好那如果說你要死掛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跟你的等級來做蠟鞠 那以現在台版來講 台版現在雖然說調成這樣子 你可能很多人已經覺得說吃不消了 那韓版呢 未來更新到韓版這個狀況之後呢 大家肯定會更吃不消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有研究一下包月的人 大概就知道答案了 好那關於包月的問題小編之後 再跟大家來做分析 這段影片只是要先讓大家知道 未來會有這個調整 然後大家也要準備一下 自己的荷包可能會越來越不薄囉 那以上這些測試呢 是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測試 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攻略影片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訂閱 並且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按鈴鐺你才會收到通知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喔 掰掰